疑似卫一号置行驶酿货 云林县斗六市六号晚间 一辆冰士车行进路口疑似闯红灯 跟小轿车发生了碰撞 去大的撞击力 小轿车原地打转180度 恰使头部撕裂伤一度受困 而冰士车失控冲撞路灯 两车都严重受损 还好两人受伤送运之后 都没有生命危险 小轿车准备左转 对向一辆冰士商务车 急驶而来撞个正着 一旁停等红灯的行车记录器 拍下撞击瞬间 巨大的撞击力道 让小轿车原地打转180度 冰士车则是失控往前冲 撞上路灯车头毁损 路灯感摇摇欲坠 左边的那个执行车开得很快 很大声超大 所以我是离很远的第三台车 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动 三一二三 照顾现场车辆零件散落一地 小轿车车头全会驾驶一度受困 车内救护人员利用破坏器材 才顺利将人救出 我们就使用破坏器材 将那个副驾驶座的门切开之后 罚犯者救出 这期车为意外是发生在 6号晚间7点20分左右 地点就在云林斗六市 云科路和长安西路口 透过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看到 当时小轿车行驶方向 已经亮起左转灯号 疑似冰士车为一耗置行驶尿扩 警方初步调查 两名驾驶均无酒驾情势 现场波及路灯 毁损由管理单位向肇事者求查 小轿车驾驶手部骨折 头部撕裂伤 肇事的冰士车驾驶 则是受到轻伤 两人送医后 幸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详细的车货原因 及责任归属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